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已经反复告诉我们 要急着研读 也急着信心寻求学识 我们要能够获得光和理解力 不仅要透过逻辑推理的思维 也要透过圣灵的指引和灵感 这另外一种学识的来源 并非向来属于我的生活 我和我亲爱的妻子爱玲 在31年前加入教会 那时我们才新婚不久 在我专注事业的同时 爱玲感觉到 我们会获得来自上天的某种信息 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途径 或什么时候 因此 她开始让各种挨家挨户 拜访的销售人员 进来我们家 有推销百科全书 吸尘器 烹饪书籍 厨房电器等等 她总是等待着那独特信息的降临 有天傍晚 她告诉我 两名身穿深色西装的年轻男子 敲了我们家的门 她当时有股非常清楚明确的灵感 要让他们进来 他们开始拜访我们 借着他们的引导 我们阅读经文 逐渐了解耶稣基督身为救主和救赎主的至关重要 我们很快对自己在小婴儿时受洗感到懊悔 那样的立约并非出于自己的意识 然而 再度受洗也意味着成为这所新教会的成员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了解有关其中的一切 不过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传教士告诉我们 关于摩尔门经 约瑟斯密 救恩计划的那些事 确实都是真实的呢 话说我们从主的话了解到 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因此 我们开始用非常有系统的方式 以理性思维的眼光探寻那些果子 及此来检视教会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 这些人友善和乐 家庭美好 我们了解今生是为了感受喜悦 而不是只有痛苦和悲惨 教会里没有拿薪水的神职人员 却有成员自愿接受指派和责任 教会以耶稣基督和家庭为一切事物的核心 成员每月进食一次并捐助贫困者 推广健康的习惯 不要使用有害物质 不过我们依然无法决定受洗 因为我们希望样样知道后才这么做 可是即使我们犹豫不决 主还是耐心地准备我们 祂在塑造我们 帮助我们去明白 我们应该学会洞察真理 不仅要透过理性思维 也要透过圣灵微小的声音 那声音特别是对我们的内心说话 学习福音十个月后 那声音及相应而来的感受 在一天傍晚来到 当时我们读到 摩萨亚第十八章 由于你们都渴望承担彼此的重担 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如果这是你们心中的愿望 那么对于奉主的名受洗 你们有什么意义吗 摩尔门经这段经文 进入我的内心和灵魂 突然间我们感受到 并知道真的没有理由不受洗 我们领悟到 这些经文提到的渴望 也是我们内心的愿望 那些事真的攸关紧要 而且比起样样了解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的已经足够了 过去我们一直仰赖慈爱天父的牵引 也确信他会继续引导我们 因此就在同一天 我们定下洗礼日期 终于在不久以后接受洗礼 我们从那次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第一我们学到 我们可以完全信赖慈爱的天父 他不断努力帮助我们成为 他知道我们可以成为的人 我们证实了他话语的深刻真理 他曾说到 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 令上加令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凡听从我教会的人 教训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 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 第二我们学到除了理性思维以外 从另外一个方面获得学识 能够使我们获赐引导和理解力 那就是他的圣灵 神圣之灵柔和的微小声音 那声音对我们的内心 也对我们的意念说话 我喜欢把这项原则 和我们的视力相比 天赋赐给我们身体的眼睛 不止一只而是一对 我们只用一只眼睛就看得够清楚了 但是第二只眼睛却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视角 当两个视角画面一起传送到大脑 就会产生对周围环境的立体影像 同样的 我们透过感官能力和属灵能力 得到两种资讯来源 透过身体感官和逻辑推理 我们的思维会产生一个观点 但是天赋已经透过圣灵的恩赐 提供我们第二个观点 这是真正最重要且真实的观点 因为是直接从它而来的 不过由于圣灵的地狱往往如此细微 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另外一种来源 那么当我们的灵魂结合着两种观点 现实事物就会呈现真真实实的面貌 身为教会成员31年来 我多次体会到 如果我们只依赖自己的理性思维 保认或忽视透过圣灵的低语 与灵感所获得的属灵理解力 那就仿佛只用一只眼睛生活 不过以形容来说 其实我们已经获赐一对眼睛 唯有结合两个视角 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全貌 诸如所有真理 生活的一切经验 以及对于我们 身为活神天父的儿女 有何真实身份的目的 具备全面深入的理解力 我想起 纳尔逊会长在一年前教导我们说 在未来的日子 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 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 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 我如今毫无疑问地知道 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我们当时都同意参与 神圣计划来到这世上 耶稣是基督 祂活着 祂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我知道约瑟 一个谦卑的农家子弟 蒙召唤成为大有能力的先知 他开启了这圆满时代的福音期 握有神的圣职的所有权月能力和权柄 我知道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证人 按照天意 家庭就应该永远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透过今日活着的先知 罗素·纳尔逊会长 来带领他这复兴的教会 这些真理和其他许多宝贵真理 成为奠定我灵性的快快基石 打造出神在帮助我成为的样子 我期待地继续 希望你我接受的许多新教导 让我们通过这美好的生命 借着研读 也借着信心学习 我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 并为他们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待的许多新教导